常听人说 府相的女儿刘白玉 如何如何优秀 倒是迫不及待 想一睹她的芳蓉了 妹妹何尝不是一样的好奇啊 就是这个皇后 未免来得太迟了吧 哪怕她是府相的千金 可再怎么千金 一旦嫁入宫 那便是皇家人 怎么也不能怠慢太后啊 来得迟是好事啊 怎么说 来得迟说明哀家 昨晚的药酒有效果 药酒 还是姐姐高明 行了 启禀太后 刘侍女白玉请见 大的奴才 怎么能直呼皇后的名讳呢 还不赶紧把陛下和皇后请进来 她好像不是皇后娘娘 不是皇后 你胡说八道什么 启禀太后 那民女自称刘氏白玉 还带着府相大人的令牌 民女白玉见过太后太妃 太后太妃万府今安 你是 刘府相的女儿白玉 正是父亲让白玉进宫 拜见太后的 你是白玉 那皇后 皇后是谁啊 是谁啊 皇上皇后驾到 儿臣给母后太妃请安 给母后太妃请安 危险 他 奖儿 她是谁啊 回母后 此人就是镇娜的皇后 刘氏金凤 金凤 幸好不应该是白玉吗 怎么突然 白玉 我不认 我不认 我不认这个皇后 姐姐 别生气 别气坏了身体了 陛下 还不赶紧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啊 正如母后太妃所见 刘府向执意要将她女儿 刘金凤嫁给朕 而非白玉 大家误会了而已 什么误会啊 难道白玉跟你也有婚约 是你啊 娘娘 和陛下有婚约的一直都是你 我这次进宫呢 主要是爹爹让我来看看你 看你过得好不好 还有 爹爹说了 若是你过得不好 他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你说啊 是是是 你父亲说的都对 爱家也真是的 年纪越大呀 这记忆力都衰退了 来人呐 爱家赏皇后 珠宝百件 房契百张 黄金万粮 哇 这么夸张吗 闭嘴 丈儿 你年纪还小 要多向府向学习学习 别总学那些阴阳怪气 母后教训的是 太后 宣狼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 已经够孤单的了 你作为养母就不要老是训她了 你应该多多关心她 以后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放肆 母后 皇后第一次进宫 不懂宫内规矩 母后别放在心上 没事 没事 慢慢来 不是你自己在心里说的吗 你怎么还不认了呢 这会儿 母后 朕还有国事要理 先行告退 她真的喜欢 不认识 不烙 不烙了 杨军呢 来 姐姐姐姐 来来 喝口水 没事吧 太后 喝口水 来来来 姐姐 喝口水 喝点水 水分气啊 玄狼 你不是说你不打伞了吗 朕现在又想打了 真可爱 苏帕你看到了吗 苏芳 送皇后回香楼殿 是 等等 我还没问你呢 你不是在信上说你很孤单吗 刚刚怎么不认了 朕之前生了场大病 脑子烧糊涂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赶紧回去 好可怜啊 之前我都不知道 刘仙也不跟我说 这回你放心 只要我在 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刘仙这个人真是的 又坏又不靠谱 我得去骂他 那你打算怎么骂他呀 之前我娘就跟我说过 他没跟我提刘仙 是因为他怕我知道 爹太坏了会自卑 前几天我见到他 哇 那真是 怎么说呢就是 大大的坏 原来府省这么坏呢 那你说他哪儿不靠谱啊 你想啊 他从小也给咱俩订了婚约 却不让咱俩见面 前几天我刚见了他 他也没跟我说 你生命不羁的事这件事 还问我说你是皇帝 问我敢不敢嫁 这不就是 领不清重点吗 那我管你是什么身份呢 这就是不靠谱 什么 干什么 仙狼 第一次见着你笑 可真好看 干什么 你上次不是在信上说 想亲亲我的脸吗 你忘了 但没关系 我现在答应了 这咋还不好意思了呢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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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心 你都什么呀 你什么可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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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你笑颜 你约在你们心之间 心底 慢慢 陪我过每一天 娘娘 太后的赏赐已经送到了 就放在偏店 您快去过目一下吧 哎呀 几辈子都用完的东西 熟的干嘛 是 还有 白玉姑娘来拜见娘娘了 白玉姐姐 那你快让她进来 把咱们好吃的好喝的都拿出来 是 娘娘 走 白玉姐姐 白玉见过皇后娘娘 别弄这些什么规矩的 在我这儿没有 来来来坐坐坐 这边坐 谢谢娘娘 别叫我什么娘娘了 这样 你以后叫我金缝 我叫你白玉 不 白玉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就这么说定了 白玉 你笑起来真好看 跟刘蝎子说的也好看的 真的吗 刘蝎子是谁 不管他 上次太匆忙了 都没来得及认识你 这下认识了 以后一定要常常来宫里找我玩啊 好 一言为定 白玉 这都是太后赏我的礼物 你看你喜欢什么 尽管拿走 不 谢谢娘娘 谢谢金缝好意 这些我用不到的 你身为皇后娘娘 以后肯定要打点一些 工人下人什么的 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的是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呀 还要打点下人啊 这皇后可真不是个简单的活儿 那当然了 陛下掌管着整个国家 你身为皇后娘娘要为陛下分忧的 怎么替陛下分忧啊 首先呢 要行事大方得体 还要掌管好后宫 除此之外呢 还要母仪天下 不拘泥于小情小爱 为全国女子做出表率 不拘泥于小情小爱 母仪天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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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